2019年7月20日はパールンゴン迫害20年目です 今年はイギリスの民衆法廷が中国臓器狩りを断罪しました 今日は日本の京都で天国楽団のネモタカラカに パールンゴンの方々が反迫害のパレードを行いました 由行開始前 日本法輪大法学会会長道元坚太郎 宣読了日本众议院議員常伟靖 广岛县議会議員石橋林太郎 崔田市議会議員石川盛 發来的支持信 正值日本最大祭祀活動之一的 京都止延祭活動中 在如水的人潮中 遊行隊伍見到格外突出 引来无数民众的支持与关注 国連動かないと違いますか 我々一人一人だけでは弱いからね 違う国だからでも 人は一人大事だし 要は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ね ありえないことです 残酷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とても悲しいことですね あ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と思います 雑池ガリオ やめてください 经历了20年前 720那一天的法輪功学员 回忆了他们的遭遇 是19号12号 他已经把那个昌春市那些辅导员 就是他们认为是法輪功的这个头目 全部给抓起来 是要去要人嘛 结果到了那个省政府 真是人山人海 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就用那种家常的那种公交车就给我们就疏散 到那个一个像大礼堂市管进去 我们也还是提我们要要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 释放那个辅导员这些要求 到722呢 修炼环境就破坏了 一聚集起来他就要抓人了 当时呢就是不让我们信访了 我们就去北京天安门了 我就和同修在那练功了 我们做第二套功法 证明我们这功法是好的 政府也不理解 就把我们都抓起来 我曾经被我被老教了一年吧 但他就是因为我一句话 说一个练字 他就继续迫害我 给我加期了半年 到一年半以后又提审我 提审我 问我说你还修不修 还练不练 你要说不练 你就可以出去 但我说我还练 他又加期一个半年 秦唐人日本记者站报道